请看来自本台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籍总统候选人川普今天提议 9月与即将正式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 现任副总统贺锦丽举行三场辩论 贺锦丽自投入竞争以后 吸引了各界的极大关注 川普正试图夺回焦点 现任总统拜登上月21号宣布放弃竞选连任 转而支持贺锦丽参选 自此以后贺锦丽获得党内许多支持 争取到创纪录的捐款 并抹去了川普在民意调查上的优势 让民主党看到了一个月前 还不敢奢望的更大胜选可能性 贺锦丽是美国第一位女性亚非裔副总统 她本月稍晚将在芝加哥举行的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正式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她近期在一连串人山人海的造势大会上露面 会中释出的积极讯息为她赢得赞美 令民主党的基本盘大为振奋 与此同时 川普发现自己身处一种陌生的处境 好似一名旁观者 在她减少造势活动之际 被贺锦丽的崛起抢走了光芒 川普对媒体说她与电视台安排在9月4号10号25号辩论 希望她同意 贺锦丽今天回复 她期待于9月10号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的辩论 贺锦丽阵营没有立即透露是否参加其他日期的辩论 按照提议 9月4号的辩论将在对川普较为友好的福斯新闻频道举行 25号则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NBC